回到台市新闻台 但您关心 宜兰县副县长林茂胜被踢爆 他每一天搭乘公务车 往返台北南港跟宜兰上下班 所以司机不但必须要先从宜兰开到台北 再搭上班 下了班之后 还要把他送回家 再自己开回宜兰 等同一天至少需要往返个四趟 开大约两百公里 那么现在也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公企私用 对此县府回应 公务车的使用一切都是合乎规定 而司机派遣跟公时也都合法 疫情期间 清上火线讲解防疫政策 他是卸了宜兰县副县长林茂胜 2018年宜兰县县长林姿庙上任后 从新北市府掩览他进入小内阁 没想要现在却被爆出 林茂胜在宜兰任职超过四年 却每天让公务车接送 往返台北宜兰上下班 建议他如果可以的话 不管是这个资产或是租房子都可以 只要能够在宜兰这边 办理相关的公部门的业务 会有更多的时间 先议员骑身呼吁也担忧司机过劳一律 因为林茂胜2018年进入县府后 不但很少入住宿舍 甚至还天天由公务车接送上下班 司机一天来回台北南港和宜兰 至少四趟 如果一单趟约50公里计算 等头一天开了约200公里 也遭质疑公企使用 面对争议 县府和林茂社都强调 公务车使用都符合规定 司机派遣和工作行刑 也依照牢基法排班人班 从外地借降 大人副县长通行情况 也呈关注焦点 议员也判县府多重用在地人才 别让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介意来最后报道